文化三口祖 文化三口祖 今次我們請來董啟章 講一下在西九 好不好整個文學館 或者文學是否真的要管的呢 是的 文學館這件事 對於香港人很新 但是其實在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學館 我猜一層次都有幾種 有些就是好像中國現代文學館 整個中國現代文學館 有些就是一個地方性的 好像台灣有一個國立台灣文學館 台灣本土的文學 我想更加多我們去旅行 都會去一些作家的古居文學館 我們就覺得香港 作為一個有自己獨立的文學傳統的地方 其實都很需要一個文學館去整理 和去推廣香港文學 實際上很奇怪就是 我們想西九這麼大的計劃 有些表演空間有十五個 因為有一個很大的文學館 文學竟然是可以完全拿進去 或者沒有考慮去的 是的 這個一方面見到 亦都是反映到 在我們的思維裏面 考慮本土文化裏面 為何文學會被人這樣忽略發呢 我覺得歷來也有這件事 大家提起藝術 就好像不太覺得文學是其中一種 會說藝術 藝術就是表演和畫畫 但可能文學因為文字太生活化 反而我們每天看富刊和專欄 就不覺得好像是一種藝術遙遠的東西 太接近或太親近 太基本 有時亡脚了 它其實是重要或存在 是的 但如果我們嚴格說回 在藝術的範疇裏面 文學應該是其中一個很大的範疇 所以在西九 一個綜合的文化藝術區裏面 一些文學元素都沒有 我覺得是不可以接受的 其實在我們構思 Empress 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討論過文學 因為我們的工作就是看博物館 史國藝術的方面 就很難建議建立文學館 但我們都講過 因為我們很難講史國藝術 不講文學的 即是電影特別是 電視藝製作漫畫各方面 那個語言和文學的關係是很強烈的 好像是雅思做過研究 就是電影片裏面 有接近一千套電影 是在文學裏面發展出來的 是的 即是改編了 改編了 改編了 所以在西九這個概念 我覺得很需要 其實我想追溯 都不少人提一下 有時候報章上 都可能有人講過 但歷來好像 在西九的討論裏面 最合了一班人 特別是文學界 一起來發出這個呼聲 就說需要一個文學館 所以我們現在 開始去推動 但這件事都不會遲 因為西九都是在那裏計劃 其實很多東西都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都要開始講 那為何不整個館 例如作家故居 或者作家手稿的保存 是的 文學館創 整個文學館的整體性比較強 如果獨立某作家有特色的展示 都不是沒有存在價值 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 整個西九的規模計劃 那就應該撐到最大 盡量的 所以最大就去到一個文學館 但是館我們構想 就是幻想 想像中 就不只是收集 收集當然很重要 就是收集資料 整理和展示 那個其實都是一種 將我們的文學史以 形態去表現出來的方式 但是我們希望更活些少 就是說這個文學館 其實都是一個促進的作用 可能對於文學的閱讀 教育 甚至是創作的活動 全部都可以推動 徐文你很關注文字 你為什麼期盼 文學館可以發現什麼角色 起碼使人知道文字很親近 可以做到很有力很豐富 多元化 過去的流行文化 或者電影 流行曲 之所以發展得很好 很多是創作人 文學修養 文學基礎好 但是我們不留意 不為意 欣賞 欣賞了 然後就不知道 其實他們有很多深的文學 授養在後面 我們其實都很在意 希望可以發掘文學 和我們民間生活 日常生活的關係 文學館不只是說 某些重要的文學家 給他一個經典的地位 而是文學一直這麼多年 在我們香港人的生活裡面 究竟是有什麼角色的呢 這個我覺得是很重要 和本土的生活經驗很密切 實際上我覺得香港人 使用語言文字能力是很高的 特別是一個較為流行的一層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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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叫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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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什麼好認真處理 我們剛才也說過 如果我們Empress是很重視流行文化 基本上那個語言是扮演一個很核心的角色 以致到我們示威的時間 那些人也會做到那些 標語 沒力氣 很出現 壓軟的對面 我們覺得通俗的語言 其實背後一定是一個長遠的文學根底 所以不是割裂說那些是通俗的東西 跟文學沒有關係 我們希望找到關係 事實上文學應用的範疇有很多種 在同一個社會裏面 有些可能叫純文學那樣東西 讀者是比較少的 但一直到另一些層次 有些是普及在每個生活裏面都接觸到 而這些東西應該不是對立的 是相連的 有些重要的地方 在西九樹有一個很實在的建築物 在很多人心目中的思維是不同的 是的 真正有一個東西在 即那個可見度 很重要的其實 為何文學一直存在 而且一直影響我們的生活 心透的生活 但我們不覺得文學在 或者不覺得文學是藝術 就像我們沒有意識去將它形象化 所以我覺得文學館扮演這個角色 將那樣東西的意識提出來 其實我們原來已經有了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去看它 即是有一個公共和共同的經驗 有時看到一些專欄寫 例如雷曼虎主或金融風暴 都有人寫一百句的打游詩 但很多時候只是在網上流傳 但如果那些可以在一個壁上面 被人看到 譬如有遊客或有人走過去 又接幾句 或者寫幾句版本 或者唱籌一下 是呀 這個就是回到文學 那個民間的實踐問題 其實不只文學 我們會覺得藝術是一種高高在上 某些很厲害的藝術家才會做的事 我們現代社會都有傾向這樣 演奏有些高招的雜技式 是常人做不到的 常人只可以這樣坐在那裡聽 但我覺得不是 應該每種藝術都有層次 有一個層次是大家參與的 大家平民 在不同的生活的場合 你說抗議的時候 你在其他寫blog的時候 英勇文字 其實都是一種文學的民間實踐 同時我很贊成他們在村內 現在問題是把他們硬撤開 是呀 割裂了 這些是流行的 當然有原因的 也有些人很想說自己 擁有這批高招式的東西 你這批人就不懂了 把他們和你拉在一起 就放下一個好位置 一直都有權力階構的問題 將他們硬撤開 所以我們其實都挺想像 我們如果加入一個文學館 對整個西九都有好處 有影響 就是說西九現在被人覺得 是一個很高貴的 很貴的看歌劇 高級的地方 加上一個文學館 而且一個有民間層次的文學館 其實將整個西九 變回跟廣大的市民是有關係的 但是你一方面來說 我們需要強調 我們都有一些很優秀的 所以精神 當然了 需要兼備 例如那個文學史的展示 裡面當然也都被人看回一些 我們覺得是經典的作品 那些其實認知度都是低的 所以我覺得沒有衝突 認知有些經典的文學作品 和我們民間的參與 是不應該是排斥的 這一個書有這個國語的 我還是覺得是不應該是 這個文學這一個小的文學 我跟你說 請來多謝